说到德国菜,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德国猪脚吧 位在台北市永康街这一家以道地德国料理而知名的餐厅 老板娘邱戴玉去德国留学,结果带回一个德国老公 当初因为德国先生他吃不惯台湾食物 所以太太呢就学做德国菜 不料现在开了一家德国餐厅 而且还发展出五家分店的规模 从德国料理当中,邱戴玉他学习到了德国人的严谨与精进 我一定要去德国 那我都觉得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是思想家 哥德啊什么的 结果去了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跟全世界一样啊 有聪明的也有笨的都有啦 爽朗的笑声讲话幽默大啦啦的好卖个性 他就是这一家德国餐厅的老板娘邱戴玉 从留学德国到带回来一个德国老公 后来还开启了德国餐厅 从餐厅的建筑设计 装潢布置还有摆盘餐点 都是再倒地不过的德国香腾风 讲到德国菜最经典的就是德国啤酒猪脚 这在德国并不是天天吃的哦 有宴客或者是什么 生日的时候才会做 这算是大菜 带玉拿出不同的香料 尼蝶香 杜松子 月桂叶等等超过五种香料 加水或云 然后我要确认每一只猪脚有没有 都有腌进去 然后我们通常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呢放到那个 我们都放到冷藏 就给它腌三天 用最天然的方式让香料入味 靠的就是时间 而让猪脚味道更香更入味 接着还要把猪脚和腌料 大火快滚一个半小时 整个味道真正的进入里面 就怕以防万一说腌了三天当中 万一可能呢 有些猪脂呢 方向可能有点没有腌 可能没有腌得很好 这样 德国人真的是很缺毛球脂啊 对 德国人超超规毛的 煮的油亮油亮 手头的猪脚接着淋上德国啤酒 除了可以增添天然的麦香之外 还可以让肉质更加的暖嫩 肉质呢有点Q软了以后 然后再淋上德国啤酒 然后再去烤 放进200度的烤箱烤个两个小时 让外皮酥酥脆脆 但肉质却可以维持Q弹口感 烤的皮是脆的 然后这个囊都可以烤 那个肥肉有没有 肥的油脂的肉 然后下面的肉都是软的 黛玉熟练的把猪脚骨肉分离 每一刀下去还有滋的脆皮身 这就是老板娘口中的最高境界 多汁肉感十足 再配上带有天然果香的酸菜 咸香不油腻 我婆婆第一次61岁来台湾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吃虾 黛玉说在德国吃鱼吃海鲜 因为西游可是很高档昂贵的呢 除了你靠北边有没有 汉堡啊或北海 一般人根本难得看到鱼 因为运得很远 它不可能不新鲜 所以很多都是吃鱼片 他还记得刚刚到德国鱼市场 还真的吓了一大跳 我刚开始觉得超可怕 那个鱼呢 其实那个肉 木脚就是没有弹性 就是这样烂烂的 眼睛穷都是凹进去的 或者是都没有头的 可是你看那个身体 就是这样没有光泽了 他德国人吃得好开心 说好好吃 我都不敢吃刚开始 就因为珍贵 因此德国人的国民鱼料理 就是河边可以打捞的尊鱼 简单的用杜松子 洋葱 白醋 红萝卜 糖等配料 增添鱼的香气跟味道 蹲煮十分钟之后放进烤箱 刚刚那个肉那么的繁复 那么的复杂有没有 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性 它对鱼就是它就是比较 它不会还是不会乱 它就不会乱弄 它就不会狂狗 德国人不会狂狗 从料理也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的民族性 而留学德国的待遇 本身已经是历史硕士 原本是要继续深造工赌 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 嫁了个德国先生 在德国生活五年之后 又决定回到台湾 我在德国念书 后来结婚 然后来在工作以后 之后发现说 其实我觉得我蛮想自己创业的 就说我们就一起回来 可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他一定要吃到德国面包 他如果没有吃到德国面包 没有吃到德国菜 他活不下去 黛玉笑着说 刚开始只是为了把德国老公 骗来台湾 就承诺他说会好好的学做菜 让他在台湾也可以吃到 道地的德国面包 还有料理 谁知道后来真的开了间餐厅 刚开始做到 我这两只手这里 那个韧带全部发炎 因为洗碗 有一天我还记得我洗碗 洗到一点都跟我先生还帮我洗 然后月边洗就会想一想说 我干嘛要这样 我妈说你干嘛 你就去上班就好了 对不对 可以这么快地学习到德国料理的好主意跟精华 黛玉说都要感谢他的婆婆 请郎享受啊 那他常常也 几乎每隔两年 就会来台湾 来看看有什么新的菜 他的一些家存一些菜 文化可以内化改变一个人的个性 从向往到有距离感 黛玉说越接触德国的文化跟料理越是喜欢 甚至现在就连他自己的行事风格也很德国 你会觉得说那样子做事的方式有没有 就是说很坚持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步的这样做 是是对的 所以我我就说 就说不要什么一大堆的借口 错就错 就承认就说 所以我也很讨厌 我的员工头脚薄啊 如果被我发现啊 那掉起来 打的 没有啦 开玩笑的 或许就是有着德国人严谨跟坚持的精神 每一年都会回德国学新的菜色 一步一脚印的经营 黛玉已经进德国餐厅十多年 始终有高人气 而现在已经有五家分店了 从一个史学迷到为爱料理的老板娘 证明了只要坚持不停歇的学习 就能够创造不一样成功的人生事业